美国一些人喋喋不休 重复着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世纪谎言 处心积虑地污蔑抹黑中国 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三重阴谋 第一 企图霍乱新疆 第二 挑拨中国与穆斯林国家关系 美方不要忘了 恰恰是包括沙特 阿联酋 埃及 伊朗 叙利亚 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在内的64个国家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共同发声 支持中方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 事实上 穆斯林国家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 都对美国挑拨离间的邪恶阴谋不买账 美国一些人关心的根本不是新疆的人权 而是企图利用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 在中国和穆斯林国家之间打蝎子 第三 掩盖自身对穆斯林犯下的斑斑劣迹 2001年以来 美国在全球约80个国家 以反恐之名 穷兵独武 超过80万人 直接死于战争暴力 其中平民约33万人 上千万 穆斯林无家可归 这就是美方关心穆斯林的方式吗 美国为什么唯独 对新疆穆斯林操碎了心 天下的穆斯林苦美久矣 美国一些人关心的根本不是新疆穆斯林的死活 而是企图转移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怒火 美国妄图把谎言重复一千遍 那我们就要把真相重复一万遍 美方涉讲谎言 必将破产 已将制华图谋 注定失败